晚饭几点吃最健康 医生60岁以上的人要注意 吃饭别超过这个点 65岁的韩大娘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尤其是对广场舞情有独钟 简直可以说是迷恋到了骨子里 比起年轻人对新手机的热爱也不遑多让 她每天傍晚都会准时出现在小区广场 和一群同龄人一起跳广场舞 这个爱好不仅让她身体保持得挺好 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这天韩大娘像往常一样 吃完晚饭就迫不及待地换上运动鞋 拿着扇子加入了广场舞的大军 然而正当她跳得尽兴时 突然感到胃部一阵灼烧感 让她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旁边的老伙伴们健壮都关切地问她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韩大娘勉强笑了笑 说自己可能是吃多了 没什么大碍 回到家后 韩大娘的儿子张强看见母亲脸色不太好 便追问发生了什么事 韩大娘支支吾吾 不想让儿子担心 但张强一看就知道不对劲 立马带着母亲去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得出结论 韩大娘的胃酸过多 导致了胃部的不适 张强紧张地问医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解释道 这是因为经常饥饿引起的 长期空着肚子会让胃分泌太多胃酸 时间一长就会感觉胃里烧得慌 张强听了 心里开始纳闷起来 回到家后 他仔细询问了父亲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自从韩大娘退休后 他对广场舞的热情非但没有减退 反而更加浓烈 为了不耽误跳舞的时间 韩大娘每天都在下午不到五点 就急匆匆地吃完晚饭 然后直奔广场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 往往还不到晚上七点 韩大娘就又觉得饿了 可是为了保持体型 她通常不会再吃东西 只是忍着饥饿 第二天再重复同样的作息 如此一来 韩大娘的胃就受不了 长期的饥饿状态 使得胃酸分泌过多 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状况 张强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中不禁为母亲的健康担忧 他决定一定要和母亲好好聊聊 纠正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晚饭时间对人体健康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吃晚饭过早或过晚 都会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 晚饭吃得太早 晚上就会饿得难受 身体长时间没东西消化 胃里的酸就会一直分泌下去 为了等着消化食物 但如果胃里没东西消化 这些胃酸就会直接对胃粘膜 造成伤害 时间长了 就容易患上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 特别是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胃粘膜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 更容易受到胃酸的侵蚀 此外 长期的空腹状态还会引发胃部灼烧感 反酸等不是症状 吃晚饭太晚 特别是快睡觉的时候吃 会给消化系统增加负担 人睡觉时身体各部分都在休息 包括消化系统 如果此时胃里还存有大量胃消化的食物 胃肠道就必须在休息时间继续工作 长此以往会导致消化不良 胃胀气等问题 更严重的是 这种习惯还可能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 因为卧床时胃酸更容易逆流到食管 引起烧心等症状 中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糖调节功能下降的问题 如果晚饭时间过早 夜间空腹时间过长 可能导致低血糖 而如果晚饭时间过晚 又会影响夜间的血糖稳定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 晚饭时间的不大安排会加重病情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晚饭时间的不大安排 还会影响到心血管健康 晚饭过晚 特别是在接近睡眠时间进食 会增加夜间血压和心率 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 而晚饭过早 长时间的空腹状态 则可能引发低血糖 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中老年人吃晚饭的时间要合理 这对健康很关键 过早或过晚吃晚饭 都会对胃肠道 血糖水平 以及心血管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晚饭时间 既不过早也不过晚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最佳的晚饭时间是下午五点半到七点之间 这段时间既不会过早也不会过晚 能有效避免因长时间空腹或临睡前进食带来的健康问题 这个时间段让胃肠有足够的时间把食物消化掉 消化过程通常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吃晚饭 到睡觉前食物基本已经消化完毕 胃肠道可以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样既避免了因消化不良引起的胃部不适 又能预防胃食管返流的发生 下午五点半到七点之间进食 有助于保持血糖稳定 中老年人血糖调节能力较差 选择这个时间段吃晚饭 可以有效避免夜间低血糖的风险 同时血糖在晚饭后逐渐升高 然后在夜间逐步回落 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 对于心血管健康 选择在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吃晚饭同样有益 这个时间段进食 可以避免夜间血压和心率的波动 减轻心血管系统的负担 尤其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脏病史的中老年人来说 这种吃饭时间的安排 可以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最佳的晚饭时间为下午五点半到七点 这不仅符合人体的生物节律还能有效促进消化 维持血糖稳定以及保护心血管健康 合理的晚饭时间安排是中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重要环节 值得每个人重视和实践 除了注意晚餐的时间 以下几个方面也要多注意 晚餐食用量俗话说得好 早餐吃得好 午餐吃得饱 晚餐吃得少 所以晚餐食用量相对的较少为好 如果吃得过多 因为人晚上的时间相对活动时间都较少 所以很难消化过多的食物 不利于晚上的睡眠 可以给自己定量一碗小米饭 吃完即止 菜再好吃都不要多吃 素食晚餐 而且最好做的相对简单一些少荤多素 多吃青菜 少做些热量高的食物 尽量以维生素高的食物为主 较少摄入过多脂肪 蛋白质等的食物 如果大鱼大肉的吃 很容易造成晚餐营养过剩 过多的脂肪堆积容易造成肥胖 少吃剩菜 很多人都有吃剩菜的习惯早餐 午餐吃不完的都留到晚上来吃 但是研究表明 如果将剩菜搁置六个小时后 在加热吃 那么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加 而这个亚硝酸盐会在胃里 与岸类结合成药亚硝岸 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晚餐最好不吃剩饭剩菜 那么如何吃会比较健康 一 晚餐时间控制在六点左右 这个时间进食对人体健康最有帮助 二 晚餐少喝肉汤 可以吃些菌类的汤 三 晚餐以素食为主 多吃青菜 少放油 盐等调味料食品 清淡为主 四 晚餐少吃高油 高热量等油炸类食物 五 可以喝水 但是不要喝刺激性饮料 例如咖啡 浓茶等 六 少吃猪肉等油腻食物 七 辣椒 洋葱等辛辣食物少吃 八 给自己定量 固定吃多少 当吃完了就不再进食 这样也有助于减肥 九 晚餐过后 不再吃夜宵 十 若没有胃口的 可以以水果 青菜 雷主食 少量米饭 十 如果家里有糖尿病患者的 一定要注意晚餐少吃米饭 面类等淀粉高的食物 十 饭后进行下运动 可以有助于尽快消化食物 例如中老年人可以选择快走 散步的方式 因为一天当中 晚上的时间 我们都是疲于运动 所以晚餐一定要注意少量 少油等 吃些易于消化的食物